徹底改变近代人类命运的小冰河期 其实只是200年前才结束 三学为什么还在大陆的西边形成 Hello 大家好 我是Brian 今次皮毛小知识就会和大家分享一些 你无必要知道但又很有趣的地球冷知识第二集 如果你是第一次接触我们的频道 皮毛小知识主要是介绍由实用 甚至无用的冷知识或流行文化 如果有兴趣不妨订阅我们或加入会员 Let's get started 为什么地球主要的沙漠还是在大陆的西面形成 要明白背后的原因就要分拆成两部分 先简单了解一下沙漠的定义 沙漠的黑板印象是这样 但其实这些 这些 就连冰天雪地的南极都会被界定为Desert 汉语普遍都会以沙漠来翻译Desert 但其实这样是相当误度 更加准确应认成荒漠 因为沙漠只是荒漠的其中一种形态 严格来说地球上三分之一的土地都会被界定为荒漠 因为荒漠种类繁多 地质学上对荒漠其实是没有一个统一的定义 不过广以上的共通点都是干旱或干燥 每年的平均降雨量少于25厘米 连蒸发量往往都会大幅超过年降雨量 就是这么多了 因应地球上不同的地理位置 造成极小降雨或构成荒漠不同的地理形态 原因各有不同 事实上地球上大多的荒漠都不是沙漠状态的沙漠 例如澳洲中西部、南巴美洲西部 或部分非洲撒哈拉沙漠等的超巨大干含地区 就是常见的另一种电影荒漠——亚漠 荒漠日夜温差极大 夏天的日间固然非常热 但冬天时都可以比同位度地区更寒冷 例如地球上最炎热 曾经录得摄氏57度的美国死亡谷 冬天气温可以低至-9度 另外部分牙膜上都会有一定植物覆蓋 和自身独特的生态循环 例如周期性短暂出现的湖泊、河流 令到部分的沙漠地区短暂绿化 发现出独特的生命循环到非常神奇 另外在地球最极端的另一方面 南极洲都符合上述的条件 会被界定为荒漠 所以地球上面积最大的荒漠理论上就是南极洲 至于总是在大陆西面形成的那种荒漠 即是地球上大部分荒漠所位处的地带 按奥本气候分类法 会定义为沙漠气候或干旱气候地区 之下又可以再细分为炎热沙漠气候BWH 和寒冷沙漠气候BWK两种 总面积大约为地球上五分之一的土地 通常都位于南北位20-33度之间 介乎于热带和亚热带地区 所以不论是华文英文 有时都会被翻译成热带荒漠和亚热带荒漠 至于造成上一段所提到的干旱状态的原因 宏观上这个位置都有一个稳定的高压带 因此气流下沉,很难形成云层 继续导致降雨极少 二来是洋流影响 寒冷的海洋水流大多会沿着大陆的西面流动 即是蓝色的箭嘴 它冷却了沿岸的空气 导致进一步减少蒸发和降雨 深厘是个别地区的地形和沙漠因素 某些大陆西部的高山挡住来自东面海洋的湿润气流 同样都会减少降雨和造成干燥环境 例如北美洲美国西部和上集提过400年没下雨的 南美洲智利的沙漠都有类似的成因 另外虽然澳洲唯一高山是东部 但这个地势不高的沙漠 同样都是澳洲中西部巨型科目的其中一个成因 当然澳洲又是另一个独特的地理状态 这部份在澳洲冷知识的影片又简单分享过 有兴趣的可以之后按这里看 科目是一个庞大的地震学课题 很多学者窮一生都是研究特定一种形式的科目 如果大家对这个话题有兴趣 建议去国家地理集资网站上的教育资源 搜寻6-12年级的材料已经相当丰富 同时亦比较显浅和易入口 大家都可能会见过这类凹凸不平 地势高低气伏的立体地图 其实都是骗人的 事实上地球的表面相当平滑 地球的直径大约为12742公里 最高点的厄非尔斯峰有8.8公里 但一般的山脈平均只有2-3公里高 另一方面海洋的平均深度是3-4公里 而最深的太平洋马里亚纳海沟都只不过是大约11公里 我们就高射至计算最高和最低的亮点 下一计小学生的百分比数学 最高点就占地球整体0.07% 而最深就是0.086% 如果将地球缩细成一个直径24cm的蓝球 阿菲尔斯峰只有168米高 而马里亚纳海沟就是200米深 翻译到人话 根据大英百科传书 一粒层大约1-400米 即是一个像蓝球那样大的地球以上边 地球最高和最深的点都只不过是一粒层 但千万不要太少这粒层的距离 人类需要最顶尖的科技 才勉强能够探索海洋的最深深处 2023年有几个富豪 因为想看到铁达尼浩的层鞋 而在这粒层的距离内内爆而丧生 大家都可能知道地球上曾出现过冰河时期 或只是看过加通片《冰河世纪》 有研究认为过往可能发生过的冰河时期 最严寒的阶段 整个地球都会被冰雪完全覆盖 即是所谓的雪球地球理论 但这都只是基于地质学 考古发现、延传冰川或冰川痕迹等等推论而来的史前事件 至于小冰河期就是人类历史有记载 更是近代才经历过的极端气候状况 小冰河期其实并不是真正的冰河时期 而是只由14世纪初持续到19世纪中 地球上很多地区都经历了比正常情况更为寒冷的气候 在这400多年间平均温度下降了涉事0.6度 而当中又可以再晒成最少4次 各自持续了几十年的更严寒时期 温度下降了1-2度 大家可能会觉得只是1-2度而已 但根据香港天文台 近几十年香港搭建变得这么热 其实只是上升了1-2度 虽然当时不像我们现在这么有详细的气象记录 但毕竟只是几百年前 在这个时期各种各样例如行军、航海等的日志 各地的天文纪录、科学研究 各国重度的官方历史文献 甚至是画作等等都能够重组出当时的情况 在配合上学者可以透过山湖、湖泊寻植物、冰芯、树木连轮 甚至不能解释的冰川活动等 来反复计算出当时的气候状况 不过人类至今仍未找到小冰河期的成因 目前的推论大致认为太阳活动减少、阳流变化、火山活动加剧等都有关 在小冰河期的这几百年间 因为泥土温度急降而导致农作物严重失收、物价上升 世界各地出现频繁的瘟疫和饥荒 造成极不稳定的社会状态 继而引发内乱、战争甚至革命 文艺复兴、啟蒙运动、法国大革命等 更多有份奠定现代文明的关键事件 都是在这个动荡时期发生 另外当初提出的小冰河期 原本只是泛至欧洲和北美左右出现的特殊气候状况 但近年透过不同国家的历史文献、船目、地质研究等 发现远至东亚地区和南半球都有类似的现象 明代末年出现的炎寒、干寒、失收、饥荒、瘟疫 都会视为由小冰河期所引起 有一些中国历史学者更认为 这是导致明代灭亡的主要原因 关于小冰河期和世界各地近代史的自乱轻衰 都有很多很有趣的研究 但这可能是另一个皮无小知识的话题 今天影片就到这里 基于第一集的意见 今次每一个题目都讲解得详细了些 但要用这么短的篇幅来简介一个题目 其实还是有相当的难度 不过好像上次所说 怕做得太长而变得太正经而闷 我也有构思过 将每一个题目做成独立的四分钟影片 大约千亿至讲完 大家喜欢上一集的一分钟一个题目 今次的两分钟一个题目 还是希望再详细一些 做成独立的四分钟影片 都不妨在下面提出意见 另外如果未看第一集的朋友可以按这里看 好了真的到这里了 如果大家对今次提过的四个地球冷知识有什么看法 资料上有什么补充都请在下面留言和大家分享 希望你喜欢这条片 如果你觉得这条片都OK 就请你按一下like share出去订阅这个频道 同时按一下小钟 或者加入做会员 多谢你的收看 下次再为你带来另外的皮毛小知识 拜拜